同学们好 上面这个中心大学的研究所考题 我用先找其性解 再找到满足非其性相的特解 最后带入两个初始条件的方式 找答案看看 各位同学们的概念是说 这个也是一个定理 就是我可以求出其性解 然后去加上它的非其性解 得到通解再来带入初始条件 求其性解 通常其性解会用下标h来表示 各同学的其性解是由其性维分方程式找答案的 也就是y两次维分 减掉y一次维分 再减掉两倍的y等于0 从这边来求其性解 这是七数为常数的奇性维分方程式 所以我可以利用答案的形态 跟自然指数函数有关 带入上式 带到上面的方程式之后 第一项为分两遍 第一项要为分两遍 所以围出两个nambda 相乘的nambda 再乘上自然指数函数 第二项为分一遍 所以会围出一个nambda 再乘上自然指数函数 第三项不用为分 直接把自然指数函数提到外面去之后 瓜五里面留下负荷 那我们现在是一个 两部分相乘为0的问题 我们说后面那一部分不应该是0 所以只好安排前面这个瓜五的部分为0 特征方程式的概念 我现在要从现在的特征方程式找特征根 银丝分解就可以找到了 nambda-2乘上nambda加1 所以我的特征根 一个是2 还有一个是-1 把这两个特征根带回原来假设的答案 就可以算出其性解是什么 其性解就2带进去之后 得到的答案的写法是 这个exponential的正2x次方 然后负义带进来也是一个答案 然后我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一个线性又有其性的问题 那这个重叠语言理告诉我说 我可以把我的答案做一个叠加 分别乘上C1C2的倍数再加起来 个人学我已经找到其性解了 旁边我们来算一下那个非其性解 各种学我想要用带定系数法求非其性解 通常我会把非其性解的表达方式表达成yp 因为它也是某种的特解 p 是particular solution 的意思 特解 那怎么样找特解呢 就是找到满足非其性相的答案 现在的非其性相是 是sin函数 那我们就要去推测 推测我的非其性解 是什么 第一个很显然它跟sin有关 这个左半边到底什么样的组 会产生sin的形态呢 第一个一定是跟sin有关 这有点像是遗传学的概念 就我看到长出红色的花朵 那我就推测它应该有红色的基因 但是还有可能是别的可能 我意思是说 我现在假设的yp 如果去做微分的话 有什么可能呢? 有cos 可能 所以我必须要把cos 的可能也考虑到 在遗传学上 不是只有红色的那个 父亲、母亲 才会遗传出红色花朵的孩子 还有可能他爷爷奶奶 隔代遗传 我意思说隔代遗传也有可能 就是把所有的可能都考虑进来的概念 因为看到右边是sin 那我就会联想到它的答案形态 跟sin有关 但是sin 假设完之后 要面对微分 那sin 的微分是cos 要把所有的可能都考虑进来 我考虑这两种可能之后 不会再有其他函数出现的状况了 只是我倍数不晓得是多少 这个倍数就给a跟b 为什么要称作带定系数法 称作带定系数法的原因就是 那个a跟b这两个系数是带定的 所以称作带定系数法 好 代回原式 我们这个要从原来方程式找答案 代回原式 代回原来方程式有两次微分 a 乘上sin 假设 再加上b 乘上cos 两次微分 中间内向是一次微分 a 乘上sin 再加上b 乘上cos 一次微分 最后内向是 减掉两倍的 假设答案形态 a 乘上sin 再加上b 乘上cos x 这要对应谁呢 对应10倍的sin x 就这样的结果 要等于10倍的sin x 好 那我们来微分一下 科学一次微分的话 这里会变成 a 乘上cos x 再减掉 再减掉b 乘上sin x 再把刚刚做第二次的微分 刚刚那个一次微分 这边还要再做一次微分 利用刚刚一次微分为第二次 前面这一项微分的话 变成负的a乘上sin x 后面那一项的话 变成负的b乘上cos 然后比较一下系数 各种学生 我们现在有两个同类项 一个是cos相关的 还有一个是sin相关的 把他们对应的系数找到 让他对应相等 找到两个条件方程式之后 可以算出a跟b 第一部分 cos的部分是负b的系数 sin的部分是负a的系数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cos的部分是这里加负 所以是负a b的部分是加b 后面那一部分 对sin来说 负2a 对cos来说 是负2b 然后再把 右边的对应相 它的系数是什么 写下 对cos来说 右边的对应系数是0 右边没有cos 相当于它的系数是0 那对sin来说 它的对应系数是10 b用两个方程式来解 两个位置数的意思 这边再整理一下 第一个方程式 可以变成a加上3 倍的b等于0 对第二个方程式来说的话 就是-3a加上b等于10 然后算a跟b 我把上面乘上3 然后两个相加 所以10倍的b等于10 相当于b是1 好 好 先算一下b如果是1的话 a应该是-3 好 我已经把 关键的a和b找到了 好 所以 yp 现在满足非极性相的特解 找到了 好 就是-3 乘上sinx 好 再加上1乘上cosx 好 有极性解 也有非极性解 故 通解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上面 所算出来的 组合一下 找到通解 所以通解为 通解就是y等于其性解加非其性解 c1乘上exp2x次方 再加上7度乘上exp2-x次方 好 减掉3倍的sinx 好 再加上cosx 然后 带条件 带入两个条件 好 好 y 里面的x带0的时候 它是0 好 然后y 抱歉是1 好 另外的话是y'里面的x带0的时候 是0 好 更容易我先为分一次 好 y'的话 好 第一下围一个2到前面来 好 第二下围分的时候 围出一个-1到前面来 好 第三下围分的话是 sin变成cos 好 最后像围分 cos微分是-sin 好 我把围分像 找到了之后可以带了 好 碰到y的时候要带0 先带第一个 碰到y的时候带0 好 然后x要带 碰到y的时候带1 抱歉 碰到y的时候带1 碰到x的时候带0 好 碰到x带0 所以直算数的0次方 好 这一项碰到x 所以也直算数的0次方 好 减掉3乘上sin0 好 加上cos0 好 再带另外一个 y'的话 y'的话要带0 然后x也带0 好 y'后面有2倍的7万 乘上子算数的0次方 好 第二项的话是 减掉7度乘上子算数的0次方 第三项是减掉3倍的cos0 好 好 最后减掉s带0 好 我把这两个合并一下 上面是1 底下是0 好 那就是c1加上c2 好 塞0是0 再加上1 好 底下的话就是六边了 两倍的c1 减掉c2 好 cos0的话是1 所以减掉3 塞0是0 好 从这里可以变成 整理一下 就是c1加上c2是0 1消掉了 然后两倍的c1 减掉c2是3 好 两个相加 那就c1是1 希望找到了 那7度的话就是-1 好 希望7度找到了 那是所谓的满足初始条件的特解找到了 不 我现在最后找到答案称作满足初始条件的特解 不 满足初始条件的特解找到了 好 好 这个特解我们把它写一下 就是y等于 好 希望是1 好 那就是exp2 c2-1 所以是减掉exp2-x 后面还有这两项 减掉三倍的sinx 再加上cosx 好 这个答案 是题目要我们找的满足初始条件的特解 好 各位学我刚刚还有一个解法是用拉斯转换的方法解出相同的答案 同学们也可以参考看看 好 以上请同学们参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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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ns